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洛杉矶消息 南加州一间教堂昨天发生涉及台桥的枪击案 地点在当地的退休老人社区附近 驻洛杉矶办事处指出 一人当场死亡 受伤的五人有四人重伤 这六人都是台湾侨民 台湾驻洛杉矶办事处官员表示 南加州警方昨天下午约1点26分 接获通报发生枪击案 60多岁华裔枪手 对一群正在台湾教会活动的教读开枪 造成一人当场死亡 另有四人重伤 一人轻伤 案发后 伤者被送往当地三家医院 枪击地点在加州城县城镇拉古纳 五字日内瓦长老会教堂 附近是退休社区 陈县警方在案发后召开记者会表示 以逮捕拘留一名嫌犯 发现与枪击案有关的武器 副警长海洛克说 枪击案发生时 教堂内的教徒表现英勇 如果不是他们迅速行动回应 可能会有更多伤亡 海洛克提到 教堂内有30到40人聚会 案发时 其中一人用延长线绑住枪手 没收武器 警方在现场找到两把手枪 纽约消息 纽约州水牛城一家连锁超市 前天发生枪击血案 造成死三伤 18岁凶贤 甘德伦在犯案前发表一份 长达180页的宣言 声称美国白人正遭到 有色人种取代的危机 据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 甘德伦在这份由他所撰写的 白人至上主义宣言中 不仅详细交代公积非议的犯案计划 并阐述自己的种族主义哲学 主题围绕在一个阴谋集团 正试图透过移民 跨种族婚姻 以及最终的暴力 让美国白人被有色人种 替换的大取代理论 宣言中所提到的 个人出生日期和生平细节 都与在压嫌疑人甘德伦相符 根据国家广播公司 新闻网取得的文件资料 这份宣言的最初文稿是在 12日晚间8点55分上传到谷歌文件 也就是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天 住在纽约州南方小镇康克林的甘德伦 已经遭水牛城法院传讯 他被控一级谋杀罪不得保释 听证会定于19日上午举行 警方表示 在水牛城连锁超市受到枪击的13人中 有11人是非议 甘德伦的宣言显示 他从今年1月就开始计划枪击行动 根据宣言 甘德伦原本不只计划攻击超市 还打算攻击当地的社区 18岁枪手甘德伦 14日下午持枪闯入纽约水牛城 一间超市大开杀戒 造成死三上的悲剧 水牛城警局特别表扬 其中一名非议死者沙特尔 只出身为商超保全的他 面对枪手攻击时 英勇地与枪手搏火 虽未能击毙甘德伦 但却有效阻止更多无谓的伤亡 警方指出 沙特尔是一名退休警察 在甘德伦闯入超市开枪时 也掏出枪捍卫顾客安全 并成功击中甘德伦 但甘德伦身穿防弹背心 虽然子弹没有成功贯穿 沙特尔最终也被甘德伦杀害 但明显减缓甘德伦的进攻节奏 并保护更多人 如果不是沙特尔 可能有更多人成为枪下亡魂 伦敦消息 英国军事情报部门今天表示 俄罗斯可能已损失约三分之一部署在乌克兰的地面部队 而且在乌东顿巴斯地区的攻势 已失去动力 大大落后于原先计划 英国国防部在推特上写道 尽管初期有小规模进战 过去这个月来 俄国未能取得重大战果 同时持续承受高度损耗 俄国2月投入的地面战斗部队 现在可能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一 英国国防部还说 俄罗斯不太可能在未来30天内大幅加快速度 此外 乌克兰总统的顾问阿里斯托维奇今天告诉电视台 俄军遭遇乌克兰军队的反攻后 已从大城市哈尔科夫撤退 转向顿巴斯方向 乌军在北部地区取得极大进展 已经反攻到俄国边界 目前无法得知有多少乌克兰军队抵达俄乌边界 也无法得知乌军到达俄国边境的什么地方